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的皇帝就是受尽人民爱戴的渡雨 巫山一带近年的确水灾为患 佳恩葵峡 摩峡一带乘有巨石楼 将河道倒山 导致半英流归大海的洪水挡住 结果水流越来越大 水位越来越高 如果我将巫山一带的乱石 推去这里 再将这里 推去那里 又再将这里 那就可以将洪水引流到东海 一来可以解决水灾 二来可以溅察出新的农地 一举两得 之后 杜宇皇帝亲身率领过万个工匠 及数以十万计的兵马 再招揽当地年轻百姓 万众一心 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成功将河水引流改道 杜宇皇帝之后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百姓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正直春播时节 小孩子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在播种 哇 好臭啊 我天生臭觉灵敏 哇 中了 真是中了 你平时真的要吃多一点蔬菜啊 哇 臭得暈啊 小孩子要均衡饮食的嘛 小孩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父母呢 小孩 我不想努力啦 小孩 他们这一排整天都是这样的 嗯 嗯 杜宇皇帝明白到 近十年风衣足食 无忧无虑的日子 慢慢地令到百姓都开始懒惰 一天到晚都只是吃喝玩乐 无心耕作 于是 杜宇皇帝决心亲自微服出宫 春播期就快过啦 大家记得播种啊 春播期就快过啦 大家记得播种啊 白姓见到皇上亲自出宫 纷纷重拾农务工作 收成漸漸回声 一年復一年 百姓养成了习惯 竟然皇上不来 就不播种啦 杜宇皇帝唯有风雨不改 年年坚持 结果 就快过去过村坟了 就算我不在 都要去提醒百姓 波 种 王上 自此每逢春天 有到与皇帝幻化成的捐鸟 四处飞墙 继续提醒百姓 快点播谷 快快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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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宇皇帝的得行 明明这种捐鸟 明明这种捐鸟为杜鸟 而这种紫红色的花 就叫做杜鸟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